又将进入到睡不醒的冬三月了 你是不是常常有乏力,没有精神,想打盹的感觉呢? 先不要急着把这种困惑感全都怪罪给天气和季节 那你的疲劳感有可能和你的饮食是有关系的 以下这些饮食方式看看你到底有没有 第一个就是吃太少主食 由于主食类食物的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 那么过多的碳水化合物容易转化成脂肪 很多人都觉得吃主食等于发胖 所以说把主食视为减肥的天敌 恨不得一口都不要吃 但是主食中富含的碳水化合物 可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供能量的物质 那如果碳水化合物吃的太少 就没有足够的能量来维持我们的大脑运转 自然也就容易感到疲乏 但是主食类食物也不能够吃太多 吃太多会导致体内的胰岛素水平迅速升高 人在高胰岛素状态下就容易出现疲惫感 第二种人权是吃太少的肉类 像猪肉牛肉羊肉等红肉类食物中 含有丰富的铁元素 当我们的身体长期涉铁不足时 就可能出现缺铁性贫血 缺铁性贫血的主要症状之一就是疲乏 第三种就是吃太多的甜食 甜食不仅好吃还会让人开心 但是甜食党们要注意了 甜食中的糖类被人体吸收入血后 会引起血糖的迅速升高 同样也会刺激胰岛素的升高 而产生疲乏感 所以在日常饮食中 主食和肉类不能够缺席 但也不要吃太多 甜食要控制好量 吃得健康更有精神 我是徐医生 关注我了解更多 健康小知识